在過去,常有停文校車在接送學童過程中發生意外 經過相關事宜宣導之後,此意外事件也有下降的趨勢 但還是得要持續努力進步,才能確保學童接送上的安全 這次我們是針對台東縣轄區的100年的幼童車跟駕駛人 水車人員跟駕駛人做一個安全的教育訓練 我們針對本轄區的車輛跟業者還有駕駛人員做一個教育訓練 然後在今年的9月18號上午8點半到下午5點 我們針對這個車輛人跟車做教育訓練 期待藉由多方面的學習課程,讓校車駕駛員以及相關工作人員 都能提升接送學童上的安全維護智能與技巧 共同建立學童安全的乘車環境 東台新聞,楊國柱,台東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